在街头爆发口角 甚至当街互殴 基隆安乐区的一群朋友 当时从计程车下车之后 其中两个人突然吵起架来 接着演变成肢体冲突 其中一名男子的情绪非常激动 他把另外一个人压在地上 还不断地攻击头部 吓坏当时的目击民众 从远远拍下这样的画面 PO在网络上 警方看了画面之后表示 虽然目前没有接获相关报案 但也会主动追查 厘清事发经过 蓝一男先是朝灰一男脸部挥了一拳 没想到这下彻底激怒对方 灰一男马上出拳回击 紧接着双方当街打成一团 灰一男持续攻击 朝蓝一男头部一阵狂K猛殴 蓝一男招架不住跌倒在地 但灰一男这时还没打算放过 一连打了好几拳 连一旁的朋友都看不下去了 赶紧把他拉开 但这时灰一男火气还没消 没过多久再度开启第二回合 拳头再度挥向蓝一男头部 把对方当场打趴在地 随后才离开现场 一旁的朋友赶紧把蓝一男扶起 暴力行径这才告一段落 夸张斗殴事件就发生在基隆市安乐区 乐立三街 14号晚上7点多 三名朋友从计程车下车后 其中两人先是爆发口角 一言不合随后打成一团 吓坏目击民众 但是他平常对我们附近的店家都很客气 非常正常 喝完酒其实也很客气 也很正常 附近民众表示被打了蓝一男子 平常晚上会在附近的七楼小酌 但对人都很有礼貌 警官警方没有接获相关报案 但影片在网络流传将持续调查厘清 事发原因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道